38. 澳門日報 高柱鐸物紙 H. 命一單查出要受刑登革熱病 莫漢輕注意衛生訪問町 2015年7月26日拓問A.06新聞特首宮 J. 南京街昨日中午有一支非常尖銳的羅斯批 而從高柱鐸街擊中停泊路旁的私家車,令該車受損 事發時正直中午,街上人劉希來仰王 若羅斯批不肯擊中途人,隨時疑惑 事件是意外還是蓄意,仍有待警方調查 高空檔物事件,本好時有發生 所行至今未有造成嚴重人命傷亡 由於此舉嚴重威脅居民的生命及財產安全 過往好彩無事,不代表將來亦者般好彩 為此執法部門不用忽視 居民要知道,高空檔物得論事意外還是蓄意 一旦被查出,肖事者均需負上刑事責任,絕對不是說玩 居民要小心謹慎,避免不幸事情發生 目前正直登革疫高峰 中山、廣州、佛山、深圳、台灣軍出現登革疫疫情 澳門年內錄得一中輸入性病例報告 最新6月份各區有溫產卵氣指數與往年同期相約 全澳平均為68.1 指數反映澳門白民燕溫滋生情況嚴重 雖然本澳未見疫情,居民必須微雨籌謀,採取各項預防措施 當局已加強各區美營工作 透過不同方式宣傳,登革疫病雖然可以醫治 但重複感染不同型的登革病毒,可能引起登革出血液 若不盡發求醫,嚴重可導致死亡 居民亦應注意環境衛生,定期清除家居積水 渡住蚊蟲之生,正直暑假 如外遊前往登革疫疫區,移村淺色長袖三庫 再有空調或有訪蚊裝置地方住宿 外出時使用區蚊劑,防止鼻蚊叮咬